圖形方法很多啦 那刚刚有同学很快就很懂的 变通把这个不一定要插起 其实如果你不会插起 一直插不出来没关系 你可以用什么 用按拉 按拉也可以去掉 有没有 比如说我们挖个洞 有没有前面有讲过吗 你挖个洞 然后往下就去掉了 那其实同样的方法 也是可以用按拉 那怎么做呢 这个方块150 50对不对 你如果要用按拉的方法 你可以怎么样呢 在这边先用2D 有点像描一个 描一个 一个这一块 在这一点 点下去之后的话 我画一个什么呢 画一个2D的 然后呢 这样按拉 它就不见了 所以呢 我就点在上面的话 那特别注意呢 我就这个点 然后我就要画一个 这个相对位置的话 那就应该是多少呢 这个应该是 25对不对 然后应该上下的话 应该是吧 负25 因为向上是正的 向下是负的 OK 所以呢 我这边的话 就给它小老鼠 AT 相对位置 相对于这个点的话 我就给它AT 然后25 逗点 负的25 enter 那这个地方就是我要的 的一个形状 那我用什么 用按拉 按拉下去的话呢 它会侦测到 点下去 马上移 移过来之后 超过它 放开 就吃掉了 但是按拉的缺点 它会残留什么 2D的线段 在这里 所以你不要忘记 最后呢 一定要把这个残留的2D的线段 怎么样呢 把它再清掉 就选到这个2D线段 delicate 不然它就会残留在这里 再来的话 这边的话怎么做 可不可以用按拉 也可以啊 那怎么做呢 因为这边 我是要先描一个什么呢 那个50 高25的一个 这个正方 去举行 对不对